阿羅哈 前面喵咪打戰爭時間來 那今天是我們1月30號的時候 我們這邊啦 欸 我們這個超級久沒見的這個系列 好康轉蛋超生命體破壞者是登場了好不好 那如果大家想要就是我們這邊的光之女神 這個犀利巫師的話呢 是可以來試試看的 他們都是專打這個超生命體的 就是目前來說 因為超生命體的關卡的話 最近哲平覺得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他裡面是有藏這個暗貓眼石的嘛 所以大家的話都可以來湊一下我們這裡面這幾隻就是 專屬角色 然後來去就是打我們這邊的超生命體的關卡 那他的最大獎就是我們這邊的光之女神犀利巫師 待會的話我們都讓這幾隻上場給大家看一下他們的展演好了喔 那犀利巫師我基本上也是比較少放他 但是他畢竟是這個大獎 我覺得還算是頂好看的 我覺得就跟那個什麼 跟飛雷差不多的感覺 就是比較沒有到就是用了就 喔 一定要用他的那種概念 但是都還不錯 然後裡面還有這個 狩獵女孩提倫 天狗貓 冰精靈 這個布莉茲 跟這個服務伴仗 裡面看起來的話最常用的大概就是服務伴仗了 因為他是那個暫停斬喔 完全沒問題 然後再來是這個 周遊異團 雜耍隊 然後還有這個暗女神貝卡 跟這個海龍 那看起來這個卡池你知道嗎 這瓶全部都有了耶 待會給大家看一下喔 好 那這邊我們這邊光之女神的這個犀利巫師是 對上超生命體很有特效的這個角色 很有效的角色 能對超生命體造成較多的傷害 同時受到較少的傷害喔 然後照尾攻擊有主心的敵人 不受不被異常狀態影響 然後狩獵的這個女孩提倫的話 攻擊頻率稍高 生產時間稍短的這個角色 有時候釋放渾身一擊 能對超生命體造成較多的這個傷害 同時受到這個較少的傷害 畢竟能讓這個紅色的敵人 與異性動作變慢 就這個動作變慢這樣子 然後復步伴上來了喔 射程長攻擊力也偏高的角色 能對超生命體造成較多的傷害 同時受到較少的傷害 可以給予這個漂浮與黑色的敵人超大的傷害 並能使其動作停止 然後冰劫精靈不利沙納 有夠難念 進化後屬於發生大變化 攻擊有護盾的敵人 使可以破壞起護盾造成傷害 能對超生命體造成較多的傷害 同時受到這個較少的傷害 因為他是善於攻擊這樣子喔 然後對上異星戰士和不只神物很耐打 並能使其動作變慢 打倒不只神物的這個屬性的敵人 可以阻止其重生 然後海龍王這個 達來亞薩 無法攻擊進出的敵人 但能夠攻擊遠處多個敵人的這個角色 有時候釋放這個渾身一擊 能對超生命體造成這個較多的傷害 同時受到較少的傷害 並能使漂浮和天使敵人動作變慢喔 然後再來是這個大妖怪天狗貓 攻擊頻率稍高生產時間稍短的角色 能對超生命體造成這個較多的傷害 同時受到這個較少傷害 好像都是善於攻擊欸這幾個 對啊 對啊 他們好像每一個都是那個 都是那個就是對超生命體造成較多的傷害 然後受到較少傷害 所以他內建這個 內建這個善於攻擊這樣子喔 然後異星人 雖然主動黑色敵人和不死生物有時候能使其動作變慢 可使獨擊傷害無效 打倒不死生物的話可以阻止其重生 然後幻影加持暗女神被卡 體力高攻擊頻率稍高的角色 能對超生命體造成較多的傷害同時受到較少的傷害 可使獨擊傷害無效 善於攻擊有屬性的敵人 有時候可以使其攻擊力下降喔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一下 因為我都有了 我們直接來打那個天使關卡給大家看一下 不是 特大號天使關卡給大家看一下喔 來 稍微換一氣啊囉 來來來 全部下來 有這個好了 然後 來 我們看一下 大家最重要的應該還是這個吧 犀利烏斯吧 其實那長得蠻正的 蠻強的 然後還有我們這邊就是上次 有用過的那個下降攻擊的這個暗女神貝卡 也是頂不賴的 頂不賴的 然後這邊放一下那個 冰潔精靈吧 好不好 好不好 冰潔精靈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 應該在比較後面一點點 冰潔 不然又用這個篩犬 超 超級稀有 然後 這個 這樣應該就都出來了 服部 不然這樣我自己個人蠻推的啦 好不好 然後 冰潔 還有這個 幽浮 其他隻我真的就 提倫啦 提倫也是還蠻不錯的 他可以就是射蠻快的 我們先用這幾隻來扁一下 打這個祝福LV4還用這個應該是真的 不知道會不會贏耶 因為打這個關卡的話 不會避免被傳送我都是帶那個 黑暗的那個 黑暗凱斯利的 但是這次沒帶啦 這次沒帶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喔 祝福斯登場 正妹 然後他是砍一下 然後發一發閃電這樣 砍一下發一發閃電 好像還蠻強的 然後再來是這個 暗女神貝卡 很少看到那個卡池兩大正妹的喔 然後銀河美少女跟那個 怪物魔獎隊就說 你在說什麼挖哥 你是覺得我們不正嗎 沒有啦 我是說 這兩個這種 系列蠻接近的 感覺就是 兩個這種超大獎的感覺 喔來囉 果然還是不行耶 你看 雖然善於攻擊或幹嘛之類的 但是 這個傳送還是把你傳到北邊去 對不對 這真的很麻煩 所以 我自己個人還是急推暗 黑暗凱斯利 欸不過 他這邊那個什麼啊 我們這邊這個吸體巫師的這個 這個量產速度很快 這個吸體時間蠻快的 你看我們已經叫出了第二隻了 一開始弄出來 然後現在馬上就叫出第二隻 很不錯 喔 善於攻擊 而且 吸體巫師好像是所有屬性都是 所以 大家之前有講過就是 那個 如果是有故於屬性的話 然後再加一個生命體的話 好像是 特別打那個屬性的生命體會比較強 有人是這樣跟我講 那我們這個成光的女神吸體巫師的話就是 打所有屬性的這個 超生命體都很強 感覺是這樣子啊 不知道是不是有影響 因為我一直以為就是他只要有這個 超生命體特效的話 只要打到就是那個 超生命體的他就有一些額外的加成 還是 因為還有屬性的話就是 雙倍加成 有這種東西嗎 雙倍的這種就是 雙雙得正的那種感覺 不知道會不會有 就是兩倍加強啦 好不好 兩倍加強 除了超生命體以外 再來就是顏色的這個加強這樣 不知道會不會有這種東西 來 再叫一次 西里巫師 所以大家基本上的話 你們會抽嗎 這隻 我覺得真的很像女神耶 還不錯 但我說真的就是 我自己在用他的次數 真的是少之又少 超少 因為我不太喜歡用這種 就是比較 就是很容易 就是有機會被摸到的這種 我都不太喜歡用 就是 因為我會比較喜歡用像美女神那種 或是 或是那種就是 非常非常坦的 或是就是 以前用到現在 好像都 勝率很高的那些角色這樣 自己個人會比較喜歡 要不然就是 你看像 西里巫師這樣 弄過來很快就被打到了 我就會覺得 哇 這樣好像 有點虧啦 因為你就沒辦法就是 賴線賴太長這樣 會覺得像 像那個什麼 康康五貓那些可能都 都會比較 是我的這個名單當中的 不過偶爾就是 針對屬性來扁 還是會 就是很有奇效啦 因為貓蛋其實這款遊戲 他吃那個 屬性相剋是吃很重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沒有帶一些 屬性相剋來扁的話 是真的會很慘的 要不然就是你要用一些 就是那個 沒辦法就是 讓對面用到一些 妨礙能力的 那種也是不錯的 不然他那個妨礙能力用出來 真的是很尷尬 不過我確實感覺就是 就是放了那幾次 這個打超生命體 打這關的話 也會比較輕鬆啦 要不然如果 原本用我們一般的那種隊伍 打這個 一定是被那個誰 一定是被那個天使的那個 巴掌的這個天使啊 打到北邊去 他一直傳送一直傳送一直傳送 那真的是有差啦 是不是有差 我也不知道是因為 我們現在目前來說 這個關卡的難度啊 就像LV5而已 就是5等 不知道到最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就是 好 然後其實他這個距離的話 也還算是 比較 該怎麼說 我覺得就 有點 有點微妙 因為他其實有點偏中距離 但也不到遠距離 而且我們這邊坦克 如果沒有把他守住的話 就一定是會弄到他這樣概念 所以這真的比較偏 微妙一點點 但是好像還行 起源的樹海 極難 沒問題 好啦 基本上主要是說 今天就是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卡池 因為 很久了 基本上很少看到這個卡池 還有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地獄君朝 那個 那個 君朝長的那個就是 那個什麼 那叫什麼 什麼 他是什麼破壞者啊 忘記 反正他 就是我們那個君朝長 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亞馬嗎 完蛋了 直接忘記人家名字了 那個女警啊 好不好 地獄的那個 就是地獄閻羅王女王 那個 那隻 那隻他好像也有就是那個 就是我們那個破壞者系列的 忘記他是哪一個破壞者 那個基本上 也是 那隻也蠻推薦的啦 可是真的就是 太多貓就會這樣 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哇今天要用哪一些 然後 你有很多藍眼睛 你基本上其實打關卡用 藍眼睛刷就還蠻OK的 只是有時候還是有一些 那已經沒辦法用 用 發揮藏才的地方 像後來的話 我們最近 基本上 近幾個月啊 就發現就是那個 駭客猫 真滴牛娃娃 都用駭客猫來 頂替那個 百屋狗一些 沒辦法的這個位置 這樣 基本上 因為我之前打這關的時候 都是一直瘋狂被傳到北邊去 但是你看 我們有這個 西里巫師 跟我們這邊的這個角色之後 打這個天使 確實是蠻舒服的 而且我們這邊 所有都是跟那個 鱔魚攻擊那個什麼 鱔魚攻擊這個 超生命題有關的 就比較不會容易 就是被打死或幹嘛 你看你看 你看嗎 傳送這個 有沒有 腰了個羞 傳送大巴掌 是真真牛娃娃 各位 沒有在跟你混 好不好 真的很強 完了 他剛才在打塔了 LV6好不好 算是還是撐得過去了 那目前來說 這一次的這個 超生命題的破壞者系列 你們會抽嗎 或是你們已經抽到 裡面最推薦的兩隻角色 可以分享給一些 還沒有抽的 觀眾朋友們知道囉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喜歡的大家 掰掰啦 我們一起玩 我們會不會 有的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